的天安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Hello 大家好 我是葳葳 今天是2023年12月25日 不是24 二十五號 香港時間下午大約是三點鐘 終於等了整個星期之後 今天才跟大家開一條影片 就是講猴子生肖在夏年農年運程究竟是怎樣的 也有整個星期沒有跟大家講 沒有跟大家開新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我會覆蓋猴子朋友 在農年來說你們的吉凶星會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我看到的 我覺得值得拿出來留意的東西 另外也會在今年的星座 今年的生肖 就會加插一些關於一些星座的看法 例如猴子有某一些星座 我覺得有點特殊 帶起大家的關注 另外也會為猴子的朋友在夏年2024年 整體那些不同的項目的打分 還有總分 看看可以有多少分 那就是這裡容許我賣個小說的廣告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因為猴子這條影片 而進來我的YY Channel 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呢 那首先多謝你們 Click進來我的Channel 那我的Channel 本身多說一些 玄學術素風水 八支明里奇門遁甲西洋 占星等等相關的話題 所以大家若果對這些topic有興趣的話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旁邊的小鈴鐘 那我由新頻道那時可以通知到大家看 另外大家若果想找我看 《八字風水集日》改名的話呢 就可以留意我片頭有條巴 巴上面有我的email在這裡了 那大家就可以留下message 在我的email 如果半日時間左右 就出來和大家接合 那我本身有做相關的生意的 好 之前就說那些亨局性 亨局性 加空性之前 那就說一說我對猴子的朋友呢 在下年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就是你們想一下 你們身邊有沒有一些熟暑的朋友 或者家人 因為我總是覺得 這個猴子 和你們一些暑暑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是會有一些好事會發生的 如果剛好你們 雙方如果都是八字起用水 我的意思就更加好了 所以我就預先恭喜一下 如果猴子的朋友 又找到一些暑暑的朋友 大家如果八字又起用水的話 我會覺得你們有一些事情 會夾在一起做 可以是結盟 甚至嚴重的可以是結婚 另外今年因為 不是今年應該叫龍年夏年 其實暑暑的朋友的運氣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可能結盟結婚這些是不奇的 你們自己留意一下吧 我先說一說空格星 先說空星 猴子的朋友 下年有一顆星 叫八虎星 就是虎視擔擔著你們 所以我這裡就要說一聲 猴子的朋友 你們下年要乖乖了 因為八虎會看著你們 所以一定要守法 即使是過馬路 也要乖乖地 另外也少點喝酒 或者去一些財色之地 我估計是未必會去的 但是就是那些 譬如喝酒那些 就要小心一點 即是那些紫醉金迷的要小心一點 而另外因為我看到這個八虎 相對來說 就是帶有 下年配著給猴子的朋友 這個八虎帶有一點土金氣 所以可能會容易跌倒 所以我會叫你們 記得買好一點的鞋 和拖鞋 去防止跌倒 你們有做好防備措施 就可以了 不用太過擔心 例如下雨天的時候 小心防線 就是這樣 另外吉星很棒的 你們有個天氣星 我還畫穿炮掌 如果你們有看到 十二生肖前面的那些生肖 都沒有見過我畫炮掌出來的 但是我為猴子畫炮掌 我覺得有些好事發生 是值得點炮掌來的 好了 就說一說星座 猴子的朋友 如果你同事是雙子座的話 我就留意到 你們剛才以上所說的那些東西 就會認得相對比較 勁勁一些 還有會快一些 所以買拖鞋 買新鞋 買靚鞋 記得早點買 記得看清楚鞋底 不要那麼容易滑 另外就是我天氣心想 其實 會不會馬上有個BB的那樣 總之就有些東西會幾快 和幾重手 好東西 會重手走出來的 就因為 預有好事值得 慶祝啦 所以我畫個香檳 在這裡 要你們開香檳的 是不是很開心呢 聽到我這樣說 好了 那是打分 打分就是 五顆星星 就為之這裡的敷錄 我會為事業 你們的事業 其實我想打五分 不過我想你們防備一下 所以我打四分半 半顆星星 主要是小心監管 因為那個白虎會盯著你們 另外學業 我就真的打足五分 因為你們 也有個華蓋星出現了 感情方面 就是會打五顆星 你看我反覆在這裡說 都不知道會結婚 都不知道會結婚 這裡繼續寫 結婚 文豪文豪文豪 另外 如果健康方面 我就打四顆半 主要其實 大致上是OK 只需要防腺 整體的分數 就十分 我就打八分 都非常之不錯的 大約結婚 就是這幾個大項目 第一 買好鞋 過年前 買好鞋 第二 就是 守規矩 第三 認識個 鼠的朋友 甚至乎 你可以戴一個 白鼠的釣飾 玉的釣飾 或者帶著 Mickey 貓勢身邊 或者多點去Disneyland 去摸米奇老鼠 找些跟鼠像有關的東西 好了 今天暫時的這麼多 這裡恭喜屬猴子的朋友 其他還有 水牛虎、龍蛇馬、羊、猴、猴、雞、狗、豬 將來的日子會和大家再做 這裡 我猜應該有些朋友 都是在新的一年 龍年才看到這條片 所以這裡 恭祝大家 在這個 龍年 後子的朋友 龍馬精神 馬到功成 喜喜若羊 暫時這麼多 如果覺得這條片 是可以幫到你身邊關心 猴子的朋友 或者自己都是猴子的朋友 的夏年新潮運程的話 可以不妨轉給他們看 記得like subscribe channel 按下你的小令鐘 多謝大家